试试体验第100种职业 今天是移民管理警察 我去你宿舍看一下 刚刚我看到你 应该这个小女孩跑出去了 边境的工作不打起危险 我怀揣忐忑 来到了我国与东盟 唯一海路相连的口岸城市 广西东兴市 提前去东兴边境开始所报道 看到这套制服 就想跑 是怎么回事 你跑什么 经过一天的培训后 上岗前还要进行基础训练 首先来列队 回避试 到 辞长 到 我这是喊的什么 电动力冤华族 接下来是我最期待的 应急促乎演员 换上全套的作战符 带请拿由同事担演 这一次 我要准备好了 现在逮住太长谱了 我得花为名除害 砍到那个老师 现在会不会伤到他 谁的谁的 我亲爱的宝贝 经过整只一顺五的训练 走去场馆的那一刻 我感觉自己特别像 表哥 我出来了吗 下午穿戴好装备 前往边境巡逻 今天是我喊口号最安心的一次 下班的美美的 出门上班了 边境工作员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危险 说实话 我的内心还是有点担忧的 如果我们等会儿在边境遇到 我以为他犯罪人别等他 居居他 这么严重 广西夏季湿热 当天体感温度达到了40度 伸出全套做军服 走上几个小时 我就明显感到呼吸困难 广且边境的道路 还十分齐续坎坎 危险重重 我很难想象 大家是以怎样坚定的决心 日不一日在这里奔走 直到我们抵达戒碑 妄想制作成一时的远方 查亮戒碑 聊河中国 也代表着 这个我们平民管理检查 目睹数别人的一块东西 而移民管理检查的轨迹 不仅在边境线这一程 他们守护在每个我们目光 无法轻易触及的方向 只要在红旗照亮到的地方 他们在不定时夜间清查中 在案件一发的场所 预防违反犯罪的发生 他们在校园里 一次次深讲着防疫水 防校园暴力的支持 警察讲的课 小朋友听了国外的课 他们在警情发生的地方 不管是大案还是家长里短 他们在大街小巷扶罗 对可能发生的违法犯罪 习到不可忽视的威慑作用 参课期间和放学期间 我们就会有太有民情 到现场来一个回忽自去 他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边境 不问来处 不论行 守护边境安全 守护城市烟火 也守护着这片土地上 每一张天真的笑脸 跟随大家一起生活工作的两天 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 离开前同事们提议 可以在派出所门口合影一面 这样派能行吗 可以 那来吧 来 三 二 一 近日东兴市抓获知名国主迟早